专家,美众议院意图习近平更麻烦了,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掌控众议院,将对总统川普特朗普执政起到一定掣肘。 专家分析认为,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坏消息比起共和党。民主党普遍认同对华应该采取更严厉政策,预料月底川习会更难有成果广告。 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果出炉,川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将对川普执政起到一定掣肘。 外界关注中美贸易战格局会否有变?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将在G20峰会与川普会面。 近期中美以忽视善意,在中美寻求贸易战解决途径之际民主党重新掌控众议院,专家普遍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问题立场相近。 料,不会改变对中共强硬路线,而且民主党恐怕会阻挠川普政府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 月底川习会更难有成果,习近平更麻烦了华府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Derek Severs,对英美BBC分析,认为大部分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且会抓住每个机会阻挠川普,与中共达成贸易协议。 班诺克本全球外汇首席市场策略师钱德勒Mark Chandler对美媒CNBC分析说,对中共的贸易战将由国会两党一起进行因为中共不公贸易,行为伤害美国工人影响美国就业已经是共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提为民主党中期选举得利,无法为中国止贸易战之痛的报导称,如果北京焦急观望美国中期选举的政客袭击民主党得利,以此迫使白宫改变对中共策略给北京喘息的时间,恐怕结果让北京失望了。 报导也认为,对中共政治立场是民主、共和两党之间,难得一见的共识。 而且民主党普遍认同美国对中共应该采取更严厉政策,包括方方面面如军事、贸易、情报和外交手段等军纪学人。 智库分析家满罗·Nick Morrow对CNN分析说从历史上说民主党是更加接近美国工人的党派,更不推崇对进出口贸易的宽松管制。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坏消息。 美国政府日渐明显的敌意已经让习近平政府招架,无力报道引述专家分析说,习处理中美关系危机的方式以及未能摆脱掉川普的多重挑战。 遭到中共党内批判言论所指虽不具名但习已处于防御状态中共党媒也在社评中承认,对中共强硬是美国两党态度重合,率最高的议题之一民主党在人权问题上更高调,而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在国际社会早已臭名远扬。